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了一本简爱 他们那一年1848年 三姐妹同时写了一本书 老大夏洛蒂·伯朗特写了简爱 原来叫教授 老二 也不是老二 他们家有六个孩子 一个妹妹 艾米丽·伯朗特写了《呼啸三招》 叫什么 Wuthering Heights 然后还有这个叫安妮·伯朗特的写了一个Agnes Gray 结果两个妹妹的作品写完就发表了 效果也很好 第一个老大夏洛蒂·伯朗特写的 没发表 为什么呢 他当时给一个桂冠诗人 叫邵塞 也是很有名的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 19世纪英国三个消极浪漫主义诗人 三个积极浪漫主义诗人 三个消极浪漫主义诗人 就是邵塞 科尔律志和华兹华兹 三个积极浪漫主义诗人 就是拜伦 祭祠和雪兰 结果这个邵塞是个桂冠诗人 艾蜜丽 夏洛蒂·伯朗特好心好意 把这个书寄给他 他一看 女人嘛 最好是在厨房里面工作 写作不是女人的事 要是听了她的话 全世界人民就失去了简安 理解吗 这样的事情非常的多 所以罗丹在他的遗嘱当中 上来第一句话就是 不要被那些你们心灵不能接受的批评 伤害了你们 因为他们折磨你 我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 劝我改行的 劝我什么都有 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写作的 那是不行的 你还喜欢写作说明 你还太年轻了 你还没搞懂 你还蒙在鼓里呢 我听到的一直是这样的声音 等你成熟了 你就不这样想了 反正我今天还没成熟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事情是很可怕的 尤其是他们变成一种体质 变成了一种包装 凭着一些职称 就带着一些权威的力量 很可惜 我就觉得最悲哀的是 我们同学轻易地相信了这些话 因为你写的一个汉语 汉语本身不成立 是吧 你用英文写作我们知道 用英文写作就要把英文写通了 让英国人看懂 你要用汉语写作就要让一个 有正常汉语水平的人 看得懂 反正我学了这么多年汉语 我看不懂 我认真看 看不懂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让我看不懂 你还要谁看得懂 我虽然不代表很高的水平 但是我起码能够代表 普通的一个中国人的水平 我看不懂 汉语不成立 所以最后 好像是给外国人看嘛 外国人不要看 因为你是从他们那儿搞 翻译来的 你给中国人看不懂 中国人也看不懂 那谁看呢 就是自娱自乐 小圈子 咱们搞同行的人 说一句话 反正就咱们几个懂 自娱自乐 然后就凭着这种自娱自乐 就可以申请到很多科研经费 学术重点 就是这样 就是乱 我这边 我的论文发表不了 到现在还发表不了 咦 不够学术吗 人家都写得看不懂 你看得懂了 不行了 真的是这样 而且我隐隐约约感觉到 就是有 当然这个不是我个人的情况 就是普遍的情况 遇到像我这样一个人 就像说这个皇帝的新衣 一个孩子说他没穿衣服 遇到这个孩子 将要说出这个皇帝 没穿衣服的人 你知道旁边的人 是什么心里吗 那些大臣人 就想灭了他 因为要是这个说出来 大家都相信了 他们就没得混了呀 所以赶在这个孩子开口之前 把他给做掉 真的是这样 黑得很啊 这个世道黑得很 这个孩子还莫名其妙的 又没伤害谁呀 我以前就觉得 因为我这个人 对谁也没有恶意 为什么这些人要封杀我呢 用这么恶毒的手段呢 哦 原来是这个道理 因为我要说出来的话 你们都相信了 他们说的就没有人相信了 那怎么混呢 端人家的饭碗 人家不灭你吗 可是我没有想端谁的饭碗 我说的是良心话 我回归到我们汉 我自己就是这么写书的 我自己这么写书的 这个 我就跟大家举例子来讲 这个 这样子呢 当我们带着这个 这种思路 来思考 来写作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思如全有 就是一下子就会 这个 能够 就感觉到如有神助 这个 你在这个 外面去旅行的时候 你看见一条河 河流也会启发你 你看见这个 一座山 山也会启发你 这里 我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说 我从这个 从这个 新疆的草原上 得到的 这个灵感 这个 这是我 多年以前 我一个人去新疆的时候的写法 对了 这个旭光同学 问我 我上次赠予大家一个题目 玉树临风 我现在还是赠予大家这个题目 那旭光同学有这个想法 说要去 是不是要找 学校开个证明啊 找几个同学啊 什么什么的 反正照我的说法 照我从前的做法 什么都不要 你一个人偷偷去就完了 就像我 我原来一个写诗的朋友 他样子 就像一个民工 他走到人大门口 总是被拦着 人家说 证件 他说 我除了掏出这颗心 再也掏不出别的证件 人家说 进去吧 我觉得出门在外啊 凭着一颗心 比介绍性管用 介绍性也可以造假嘛 而且介绍性 只能找到那些当官的 老百姓才不认得你什么介绍性 你往那一站 好人 就让你过去 就像我那时候去西双版那 我也不知道要办边境证嘛 坐到一个公共汽车上 上来一些警察 上来一些警察 哗哗哗一查 查边境证嘛 没有证的人 呼隆呼隆都下去了 我坐那 啊 你呀 算了 就让我过去 后来我问周围的人 怎么他们下去 我也没边境证 怎么让你过去了 旁边的人说 你面善啊 哎呦 我当时觉得面善也重要 我后来发现 你心善 面就善 你心里面有鬼 我心里面没鬼啊 我来看看原始森林 没别的想法 你就是到玉树临风 我给玉树浇点水啊 我给孩子们 给这个熄灭的炉堂添把柴啊 我给孩子送一支铅笔啊 送一个本子啊 就这么简单 不要什么 老天爷会保护你的 介绍性保护不了你 你就祈祷 玉树的神啊 保佑我 于是你逢凶化吉 你拿那个介绍性 人什么乱七八糟的 当然我有一点过激了 我从前旅行的时候 我号称三无 无证件 没有钱 没有朋友 这才叫旅行 你但凡有钱 有证件 有朋友 就不叫旅行 你没有证件 又没有身份 就没有身份 又没有钱 又没有朋友的时候 你叫什么 是罗子是马 拉出去溜溜 你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你动不动 所以我是人大的什么人 或者是我给你钱 什么什么 什么都没有 盘土一做 你就知道自己是谁了 就是这样 我认为要有这种信心 我不是在这里煽动你们 或者说说一些虚妄的话 所有这些 我是用我的行动证明了的 我写过一本游吟 你们有兴趣去看 字字句句 我都记录在里面 我是这么走出来的 我不是这么想出来 我不骗你们 反正我是这么活过来 就是这样 你要有这种勇气 这个玉树临风 一定能写得好 这个题目我跟你说 要快写 特别好的一个题目 这个能够写得特别好 我跟大家讲文学的秘密 北京天上人间疯掉了 你们知道吗 天上人间 我也去过几次 跟朋友去过几次 那里的确很有特点 我举个例子来讲 文学 实际上它是个器皿 玉树临风也好 天上人间也好 它是个酒瓶 我们倒进去的是 我们心里面酿的这瓶酒 我们来解汉字 汉字酝酿 是吧 都是酒 大家看这边 都是一种精神的说法 酝酿的 用心血酝酿出的这瓶酒 这个酒 我们把它倒到 玉树临风这个瓶子里面 我们把它倒到天上人间 这个瓶子里面 酒是一样的 包装不一样 理解吗 有时候 这不叫妥协 有时候为了在这个 现实当中打开一个缺口 我们需要这样的题目 比如说 现在天上人间被封了 如果有个快手 写一个 天上人间 记实录 或者我在天上人间的日子 就这个题目 你看呢 八百个书商来找你 先付定金 真的 而且你跟他讲 我下个礼拜就交稿 我们找个数据员 大家来 把那些天上人间 在那里做服务的 那些姐妹们都叫来 每个人讲个故事 保证 是一本好作品 因为他们看到了 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我听到一个精彩的说法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经常去天上人间 我也去 他说白天的生活 是夜晚生活的倒影 或者说夜晚生活 是白天生活的倒影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去天上人间 就很傻 我一看人家都站着 我说你们坐 他说哪有这样的 我们都得跪在你们面前的 我说我不习惯 我不习惯 你要跪着我也跪着 要站着大家都站着 哪有你跪着 我坐着你站着的 然后我这个来的人 客人 你们去过 我告诉大家 就是去 那些坏蛋们就坐在沙发上 然后这些姐妹们站着一大排 然后他们就坐着 这个 这个 就是挑 然后这种情况下 我就站到这些姐妹们中间 我就 我就看这些人 真丑陋 一个个脑满苍肥 包括我自己 如果我坐在那儿的话 那个眼神也不是什么好人 就人把恶的一面 显示出来了 那么 这种情况下 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 夜晚是白天的倒影 我的好朋友嘛 他因为做生意也会遇到这些交道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白天吧 他们就装孙子 没办法 你要做生意 你要盖章吗 这个局长盖个章 哎呀呀 对不起 哎呀呀 实在求你们了 这个生意给我们做 他就给人家训啊 给人家折磨 他心里面扭去了 晚上我当大爷 我挣来了钱 我拿钱往你身上砸 我拿酒往你脸上泼 你跪下来 我敲在 我的脚敲在你肩膀上 怎么样啊 把自己白天受的屈辱 找把回来 理解吗 这个就是 这个社会扭曲的一个写照 我白天也没受欺负 白天对兄弟姐妹们给我关怀 那么我晚上 我怎么会去这样子呢 我当然也就关怀兄弟姐妹了 是吧 这个人心就是这样 我白天好好的 我没有心里阴影扭曲的 所以我不能接受那种方式 所以我就觉得 我说不管你干哪一行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但凡是人 监狱里也好 天上人间也好 是马路上也好 是官场上也好 人与人 是人就要彼此尊重 没有这个前提 就不是人 我认为是这样的 就要彼此尊重 我从小我父亲就跟我说 我们这个家庭 是个普通的家庭 我们不比 不比这些 美国的总统要更低 我们也不比 那个捡垃圾的要高 我们是 人跟人都是平等 任何当官的 有钱的 有势的 和那个门口扫地的 我们是和他们 是一样的人 我父亲从小就跟我讲 那么这个观点很重要 我们中国人啊 就有这种观点 比如说 我是人民大学的一个 最底层的一个教师 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 人家都说 你是从上面下来的 我说什么是上面下来的 我说哪个上面 你要从地理上讲 我北方来的 还好 可是 我也没有一观半指 他们就觉得 你是人民大学的 你就是从上面下来的 然后我在这个三峡地区 我碰到一些孩子 就是给他们聊天啊 有时候给他们带课啊 这些孩子看着我啊 北京来了一个人 他就讲讲自己的理想 说 来 这个爸爸说 你过来过来 跟这个王教授讲讲 你的这个人生哲理 讲到你的理想 吃尽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我一听 很悲哀 我就跟他讲 我说 人上没有人 人下也没有人 人都是平等的人 不要说你吃尽苦中苦 今天人家骑到你头上 明天你骑到别人头上 这是不对的 人都是踩在地上 头顶是天 脚下是地 你要头顶是人 脚下也是人 那你就完了 就卡拉OK里面 竟是这样的人 他白天当孙子 晚上当爷爷 反正就不是人 就不是正常的人 要么是爷爷 要么是孙子 他就不知道 他是一个平等的人 兄弟姐妹啊 是吧 所以我们把自己 放到一个 回归到一个 一个大地上 跟着汉语 我们就能来到 一个自然的 纯洁的一个环境当中 这就是天理都在里头 不要讲那些 外门外理邪说 所以我们在 比如说找朋友 恋爱也好 找朋友也好 这不现在 就大家都想得复杂了 变来变去的 你写作也好 基本问题 这个人 他善良吗 这个人 他 愿意帮助那些 受苦的人吗 这个人 他有爱心吗 他的路走得正吗 就很简单 这个人 性格开朗吗 所以我是觉得 跟这个 乃文兄交流一下 我就觉得 这个青年人 这个相爱啊 包括兄弟啊 之间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 女孩 最忌 就是 这个 一个女生 最忌讳的是什么呀 是贪 如果一个女人 很贪婪 不可救药 男人 最忌讳的 我这下说了 心胸狭隘 一个人 如果心胸狭隘 就是灾难性的 你怎么 都看了他一眼 你昨天晚上 跟谁在一起了 遇到这种人 第一时间 永远离开他 这个是灾难性的 我给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还是讲爱 这个字 说有两个人 各养了一只白鹤 养了一个白鹤 我们汉族 最神圣的东西 都很爱这个白鹤 一个人爱白鹤 就把这个白鹤养大了 养到有一天 他翅膀硬了 哎呀 他说白鹤啊 我太爱你了 你飞吧 他就 把白鹤拖起来 扔向天空 这个白鹤就飞走了 这是一种爱 白鹤飞走了 会不会飞回来 不一定 有可能回来 有可能不 还有一种爱 把白鹤养大了 白鹤翅膀也硬了 看着看着 他要飞了说 白鹤啊 我对你这么好 你忍心飞走我吗 你忍心抛弃我 飞走吗 白鹤不说话 可怜巴巴的 看看他 看看天空 这样吧 他拿起一把剪刀 咔嚓 把这个白鹤的翅膀给剪了 好 咱们彼此相爱 谁也不要离开谁了 你们觉得后一种是爱吗 但是在现实当中 比比皆是 有的人糊涂说 哎呀 他对我最好了 他不让我跟人家接触吗 是因为他对我好啊 他在乎我啊 他在乎你啊 他把你翅膀剪了 你就变成小鸡了 本来是一个白鹤的 我跟大家讲一个 现实当中的一个故事 我认识一个同学啊 他有一个好朋友 是个美女 钢琴弹得特别好 人长得也特别漂亮 特别有灵性 但是呢 因为他父母离异 他害怕有一天 自己啊重蹈覆辙 也跟这个恋人分开 于是他就嫁给一个 他认为条件比他差很多 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觉得为什么要嫁给他呢 这样的人稳定啊 这样的人不会有外星 反正我比他高很多 好 他们结婚了 一年两年 钢琴也不弹了 三年四年 人也胖了 工作也不做了 因为两个人就过小日子 五年六年 人家说 你怎么搞的 嫌弃他了 你看人家 漂漂亮亮的 人家有 女孩也白领 你看又能干 又好看 你怎么可能 整天不求进去 嫌弃他了 要抛弃他了 知道吧 这种想法是错的 就是总觉得 哎呀 我屈尊一下 不就稳定了吗 没这回事情 没这回事情 文学的道理 就是宗教的道理 就是你要相信 你要有目标 你飞 大家一起飞 所以叫比翼双飞 没有说 大家就是 两个人就是 面面相趋 那是不是 比翼双飞的意思是 大家要走在一起 不要守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 这个 这个 小王子的作者 有一句话 很有道理 他说 想让 人们学习造船 不是教他 怎么砍木头 怎么锯木头 怎么设计 画线 而是唤起他 对大海的渴望 你一个人渴望大海 你自然就会造船了 你一个人渴望文学的理想 你自然就会找到方法了 重要的是 你要渴望远方的理想 人要有志想 人要有志想 有了这个 所以 这个说文解词当中写 师是什么 说文解词的解释 是志也 师 他就解释了一个字 是志 就心里面 要成为一个事 我心里面 要当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真实分子 心里面要成为一个事 有志的人 就有志